大家好 我是天下雜誌的副總主題呂國珍 很高興來到現場 那謝謝剛才吳銀春社長跟廖銀翔總經理的這麼精彩的支持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是我們的趨勢專講 那邀請的貴賓其實是非常特殊的 那是工業局的副局長楊志欽楊副局長 我們今天要談的一個論壇的主題是 製造未來的最佳解答到底是什麼 其實對大家來講我們今年印象深刻是新冠肺炎 那台灣能夠它的防疫成績是全世界局是有共睹的 那為什麼會這麼好 其實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口罩國家隊 那當我們看到口罩國家隊的時候 我們總以為只是把機器做好 或者是設備把它弄好就好了 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而是我們的口罩國家隊從上游的材料 設備的準備過程中其實都是一連串的數據 經過這些數據的精準的掌握跟管理 最後完成我們的當每個人都有口罩有用 那背後其實是一種智能製造 所以我們智能製造的未來其實最佳的解答 就是我們的口罩國家隊的幕後英雄 我們的經濟部工業局 那今天因為本來呂政華局長要親自要來的 但是他因為重要衛病要接待 那所以今天我們請到的是楊志欽楊副局長 那副局長 他現在也是我們智能機械推動辦公室的主持人 那就由來您來告訴我們 智能製造未來的最佳解答是什麼 請 謝謝 謝謝國正兄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參加我們天下雜誌 跟Dale線上論壇 各位線上的朋友們大家好 那接下來就由我來報告 因為局長接待重要貴賓 所以我今天是來幫他代打的 今天我們的這個說明大概有五個部分 那局長的簡介我想就跳過 局長他歷練相當的豐富 也樂於幫產業界來服務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跟我們工業局聯絡 今天我會從五個部分來跟大家做分享 的確從2020年開始 我們這個Combine Lighting打亂了全球的步調 全球都是邊境封城 那企業也在思考 如何從供應鏈的上下游去做一個調整 那全球都展開了防疫的作戰 那台灣在2月5號成立了口罩國家隊 開始組裝這些口罩機台 將台灣的供應鏈 台灣的整個供應鏈變成了一個工廠 那這個時候在全球口罩不足的情況下 我們國家的口罩自己來做 在疫情稍微舒緩的時候 那我們的經濟活動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 在家上班 線上會議 演劇的教學等等 都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那在外在的環境之下 5G AI IoT等等 都會進入我們的生活 工廠的設備聯網 還有演技的這些數據的收局 都開始進入到我們的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 所以今天會從這些過面 來跟大家一起做一些分享 那口罩國家隊在2月5號成立 這個團隊是從29家公司4個法人 由200個人出動3300個人次所支持的 在2月5號的時候 我們的口罩一天只有188萬片 到了3月9號之後 我們超過1000片 1000萬片 然後讓國內的口罩的使用 可以能夠符合國內的需要 讓我們的疫情得以控制 那檢視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能夠讓口罩國家隊快速的成立 快速的組裝機台 然後產出口罩 這幾個構面 我們做了一些檢視 第一個就是政府在2003年的時候 已經有了SARS的這些數據 跟經驗的累積 所以我們快速的應應 來購買這些口罩機台 第二個我們從法規裡面去做檢視 我們找出了附帶條件 正義的方式 讓廠商跟國家都可以各取所需 國家所要的是口罩 所以將口罩機台的金額 轉換成等值的口罩 再加上一定數量之後 讓國家拿到口罩 廠商拿到機台 機台也可以用最大化的效率來生產 那第三個我們結合相關的工會 穩定物料 間接也讓口罩的價格可以做穩定 第四個我們還要感謝 感謝相關投入的單位 包括國軍 包括遊籍的物流 包括我們法人的註點 點收口罩 所以這樣的問題得以克服 得以解決 那回到這整個機台的組裝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調教機器 我們機器它是硬梆梆的 而口罩這些材料是軟的 它的材料不織布等等 它都是一個軟性的材質 如果在生產的過程裡面 只要去勾到或者是沒有切斷 那這個口罩的生產就不會順暢 因此調教機台就是一門功夫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畫面所呈現的 有一些方式 比如說用乖乖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 特地的地方的服務 讓我們的生產 期望它能夠順利 那事實上這整個過程裡頭 我們是可以檢視到 有一些是可以做改變的 比如說生產的料件 生產的排程如何去優化 那這樣子 讓我們的生產的效率可以提升 事實上這92個機台 過去在業者的組裝之下 它是要半年的時間 但是口罩國家隊進來之後 我們用人力的一個快速應應 在40天裡面完成了 那在這個互動的過程裡頭 這兩家口罩廠 事實上它們能量也增加了 現在它們的裝備升級 一個禮拜已經可以生產出 10台的口罩機台 所以這中間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也就是我們數據的蒐集 生產的排程 這一些優化都讓我們的 生產的效率可以提升 其他的防疫物資當然也不例外 我們結合了紡織業的能量 讓我們的機能部 在全球上的優勢 把業者集結起來 我們做了防護衣、隔離衣 而且這些產品的產值 檢驗的等級都是相當的不錯 隔離衣到P1、防護衣到P3 也因應了我們疫情的相關需要 當然我們也在協助這些業者 到國外去取得認證 未來可以外銷 在重鎮呼吸器的部分 我們在公園院的優勢能量的組裝之下 取得美創立的授權 我們就生產出呼吸器的原型機 目前也跟業者在結合 相關的快篩試劑我想更不用說 疫情之下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的影響的垢面 我們把它整理起來 在美中貿易戰 在COVID-19這些影響是什麼呢 第一個我們看到的是貼近市場的全球化的在地化供應鏈 形成了短鏈的一個效應 第二個是生技衣材的自主研發 每一個國家都覺得是要重視的 第三個是ICT科技產業的結合 讓黃毅的科技產業因應而生 這一次我們黃毅過程裡面 也用到了這樣的一個技術 第四個是民生有關的相關物資的提供 也是很重要的會變成一個戰略型的產業 第四個就是產業供應鏈如何加速我們的數位轉型 這些供應鏈都帶來了我們相當多的啟發 在工業局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在5加2產業推動裡面 已經有一些工作在進展了 首先我們是所謂的廣度的部分 我們利用智慧基上核 讓生產線裡面的既有的設備就可以聯網 第二個我們利用數據的收集 讓這些數據累積之後可以跨廠區 甚至跨供應鏈的上下游的連結 第三個我們利用標竿學習 建立標竿企業讓這些業者成立一個典範 互相觀摩互相學習 接下來向各位來做解說 第一個所謂的基上核的部分 我們知道台灣有97%以上都是中小企業 這些中小企業的能量 建構了我們這麼強大的製造業的能量 如何協助中小企業製造業的這些轉型升級 就是克布隆環的議題 經濟部推出智慧基上核 它的目的就是讓工廠裡面的設備 可以電腦化也就是數位化 聯網化讓設備可以聯網 進行資料的收集達到可視化 即時化 以及透明化還有智慧化 這些過程裡面我們要解決過去工廠裡頭 我們人工抄寫 人工登錄 即時資訊收集比較慢 然後掌握數據這個落差的這種問題 利用這樣的一個SMB的一個推動 可以讓既有的設備就可以聯網 達到智慧化的一個目的 在五年裡頭我們要推動9100台的設備聯網 目前已經有4456台的一個成果 這個是一個智慧基上核的案例 我們看到凱博精密它是從傳統工具機起家的 它轉型做SI 正是因為它是工具機業者 它知道工具機這個領域的domain know-how 如何去配合相關的業者 所以它的SI的能力 從7個人一直增加到15個人 也協助了我們的工廠的數位化的相關資料收集跟能力 那這邊提到的案例就是說 工廠裡頭的數據得以收集 工廠生產線上面所加工的這些相關的刀具等等 它是可以被管理的 它是可以進行相關的壽命資料收集 可以讓生產管理更有智慧更有效率 接著我們看到整個的總體驗景 就是要讓每一個廠裡頭的設備 可以利用數位的方式來做對話 然後數位的方式來做收集 讓智慧串流溝通起來 在一個受到互相信任的供應鏈裡面 甚至它可以往上往下去做串接資料的分享 我們可以及時的掌握自己的物料 應該何時來做提供來做補充 客戶的生產產品在現場的生產速度 是掌握到什麼情況 這個都是一個工業化4.0所達到的一個極致的境界 那我們就是往這樣的方式再做進行 這是一個供應鏈串流AI的案例 一心真知它是一個運動型資能部的一個工廠 過去它的客戶到現在包括有所謂的N大廠以及A大廠 他們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這些運動品牌大廠會丟一個顏色說我要某一種顏色你幫我配出來 這個工廠裡頭的配色它是有各種不同的原料 這些原料過去是有在工廠裡頭的老師傅憑著經驗 然後去加A原料、B原料把它調出那樣的顏色 經由AI跟數位的蒐集之後 我們導入了這些資料的蒐集 讓它電腦化 讓這些配料的管理可以做數位化的管理 進行整理 這樣的一個進步之後 我們的時間從過去5到6次 現在只要配3次就可以了 而且經由電腦化的數位比色 廠商跟客戶都不會有爭議 這個案例的成功的效果就是 它的工序減少了50% 然後量力也提升到90% 交貨的時間、省序的溝通 大家看著電腦比色 你的顏色跟我的顏色沒有差異 所以整個交貨的時間是縮短了16天 這一個工作推展下來 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 要去做所謂的領航企業的帶頭 我們從各行各業裡面挑出不同的組合 這個組合裡面有一個共通的特性 就是讓工具機的業者來帶頭 然後他到每一個domain know-how裡面 去做課題的了解 以右邊上方的這個案子來做為案例 水五金跟手工具 我們所帶領的廠商就是上銀公司 上銀公司所推出的就是 幫我們的水五金跟手工機的業者的工廠裡頭 去做智慧化的一個提升 這些相關的累積的案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一下我們天下雜誌所拍攝的影片 在YouTube裡面已經有三集的這樣影片 您可以看到工具機的業者如何協助傳統工業的這些工廠 如何去提升他們的製程跟能力 當然這些傳統業者在提升之後 也會擴大他的投資 緊接著一個企業的發展 我們知道這麼多的行業是必須要有導師 要有先進跟專家來做輔導 所以我們成立了一個輔導團 讓業者把他們的問題丟出來 我們受理之後就把專家帶過去 了解實際的需求 並且給他們建議的解決方案 這些SI業者經由我們介紹之後 最後我們提出問題的廠家 要跟哪一家SI業者來做合作 就讓實際的公司來做決定 他們覺得哪一家默契比較好 哪一個比較情投意合 這個我們都尊重 讓他們可以很快的做一個即時問題的輔導 那當然我們也輔導了這些案件的一個推動 讓他們來申請國家的相關輔導資源 那已經有協助了164個加次 然後讓他們申請政府的資源9.48億 帶動相關的投資 也達到13.57億 好 那這樣的一個智慧機械要推動 事實上每一個環節都是有它的角色扮演 光靠政府是沒有辦法做這麼多事情的 因此我們會結合產業界 還有各個領域的工協會 學校單位還有法人單位 大家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合作 推動跨裔合作的進行 那未來整個我們產業的發展 大家知道從美中貿易戰到現在 我們整個全球的供應鏈都一直在做調整 那加上COVID-19我們的思緒 我們的想法都不斷地在因應跟調整 接著是未來的產業發展趨勢 有一些嚴肅也進來了 包括5G AI IoT的應用 都必須迫使我們要去思考如何去因應 因此在智慧機械跟智慧製造共面 我們都有這樣的一個推動的計畫 比如說高階製造中心的一個推動 就是因應美中貿易戰 大家都急著要把供應鏈做遷移 那我們鼓勵台商回台 我們鼓勵在地的企業跟流台灣 中小企業加碼投資 讓高值的這些投資在台灣研發生根 至於貼近市場化的部分 我們也會利用外觀等資料 去貼近相關東南亞的市場 這些都是我們一點一滴的工作 持續的在進行之中 未來要讓台灣成為 尋求經濟的關鍵力量 我們知道每一個購面都必須要做一個努力 不管是從法規、人才、金融等等各個購面 政府推動的相關戰略型的計畫 都持續的在推動之中 最重要的是能夠聽到業者的聲音 以及業者輔導的想法 讓我們可以來快速的因應 工業的基礎我們也是相當的關心 我們看到歐洲、美國以及日本等等這些國家 他們的經濟的GDP成長有相當很好的一個能量 歸根就底起來 跟他們的基礎工業的扎根的一個扎實的程度 是有一定的關聯的 就好像一棵大樹一樣 我們的根砸得過深 那樹葉才長得過茂盛 果實也才會甜美 因此經濟部也在基礎工業的投入上 也會持續不斷的跟業界一起來努力 我們要看到台灣的製造業能夠這麼的強大、強盛 是有我們相當多的工程師在默默地工作 而這些工程師的能量正是我們工業基礎技術累積的一個重要的一塊 未來如何讓我們的產業界能夠工業能力大大的提升 進而促使我們國家的能量影響力增加 這個都是基礎工業不可輕忽的一塊 未來除了高階製造中心之外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大家現在很關鍵的很關心的 就是半導體先進製程中心 我們看到半導體在國內的這些相關企業的帶領之下 已經有相當大的投資 未來我們也會跟產業的供應鏈上游跟下游 不管是設備跟材料一起來做連結 推動相關的外商來台投資 利用我們台灣這樣強大的製造能量 繼續為全球來做服務 具體的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歸根究底起來就是我們的產業智慧化的部分 我們持續會來推動 至於數位轉型資料的累積 數據的發揮效果跟影響力 我想待會的課題裡面會有更深入更精采的探討 創新應用一直是我們各界所關切的一個環節 我們也會持續地不藉的來做推動跟努力 那我們也推動了很多新創研區 我們鼓勵一些大的企業 能夠發揮自身企業資源的優勢 開始要去關心這些創新的應用 唯有不斷地去觀察每一個可能的創新應用 才能讓我們各個集團裡面的這些研發的成果 應用到不同的產業界 進而轉化成實際的經營跟經濟的影響力量 這邊有一些實際的案例 就是我們台商從推動回台之後的實際案例 接著他們就是看到AI的一個實際能量 在台灣的投資加碼建廠的部分 也導入了相關的AI跟IoT 以及建構受產業供應鏈上下游關心 而且受信任的一個供應鏈 這些案例我們都可以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也希望天下雜誌可以來拍攝這一些好的案例 跟大家一起來切磋跟分享 當然AI的使用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詳 紡織業裡頭最重要就是一個比色 這樣的一個技術就是要用累積數位的能量 來做很快速的一個情形 最後我們看到高階製造中心 它的一個幾個構面就是我們產業的升級 我們持續的推動 數位的轉型在每一個行業它已經在發生了 唯有把產業創新無時不刻放在我們的心裡面 不斷地去思考我們所面對的課題 創造新的應用 那我們可以讓技術創新 經濟效益以及社會的影響發揮到最大 今天因為旅局長接待外賓沒有辦法到這個現場 所以由我來做游擊手帶打 希望可以能夠把它要跟大家所分享的 這些資訊能夠一一的傳達 那也希望大家跟我們工業局持續的保持聯繫 跟聯絡 我們願意為大家隨時來服務 謝謝 謝謝楊局長 其實本來我們只是擔心說口罩不夠用 沒想到我們背後竟然是我們協助中小企業數位化 然後有這麼完整的一套的智能製造的過程 真的謝謝你 我們國家隊真的要靠你了 不敢 謝謝 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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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